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答Alex的问题 第一,他不只是补水到补给站 他还要喝其他电解饮品 第二,他一定要每个补给站要吃东西 你不能不吃东西 因为长途100km的旅程来说 你消耗的Energy其实很多 不只要吃,还要吃多些 为什么他说会抽筋或者很眼睡呢 这个就是眼睡 因为他两化的 一,他理数做得不够 所以他的眼睡 二,他的速度太快 而平时都没做到这么快 和这么长的K数去练习 然后为什么会抽筋呢 四头肌抽筋 因为他上山的步幅太大 拉得太大 而且小腿抽筋 因为他用前掌 大部分用前掌去蹬着脚上山 就很容易会抽筋 在练习那里 你需要慢一点 上山四头肌 放油一点 小腿不要做这么多蹬腿 整个脚掌放平 一级一步走 做多些深呼吸 又吃多些东西 你尝试一下 会不会很快 会改善到 这样找出这个问题才最好 不在参赛那里 不停去高行冲行 直至问题出现 那时 唯有就是 不找任何的问题 就想找把剪刀出来 剪带